台上是一場的拳擊比賽 上了台你們兩個不互歐 觀眾要看什麼 對 就是要揮拳 就那麼簡單嘛 你說因為他前輩 我不好意思打他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好不好 兩位這個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 對啊 一下那邊長青樹 一下那邊下半場 都是踩人家的雷 一見面說人家長青樹 千萬記得訪問是讓藝人講話 對 讓來賓 你是引導者好不好 這樣了解 沒有 分數還要很難講 兩個差不多一樣 真的 一樣 下一組 來… 零二 阿嬤 來… 預備 下一跳 剪刀 石頭 布 手 布 好 OK 莫莫開場 莫莫開場 準備好了 3 2 1 Action 現在有所有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節目請到的來賓 可以說是讓我們兩個 現在非常的緊張 是的 既緊張又期待耶 是 沒錯 他有號稱是我們本土天王 綜藝天王 Local King的稱號喔 憲哥 吳宗憲 沒信任我們的綜藝 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開心接受你們的訪問 對 首先要來先恭喜一下憲哥 因為 憲哥 對 而且除了得獎之外 在演藝圈有一定的貢獻之外 在今年的三月份 即將要推出個人的新作品了對不對 是 沒錯 真的 想問一下憲哥 為什麼會想說要把三五年前寫的書 在今年又重新整理 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憲哥 很重要 所以現在對現階段的你來說 所謂的名和立 對你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名和立 什麼東西 得不帶來 死不帶去 名與立 他如影隨形而來 我經常在講 人上了台 就不要考慮今天賺多少 把每一場演出都做好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開心的地方 想要問你 就是你在各方面 都已經有這麼高的成就了 不管是綜藝 我們的唱歌唱片等等 你們的訪問讓我好安心 跟上一位訪問的男子特一樣 我也要問我吃個假髮 沒有…真的… 睡覺穿棉袄會不會太熱 襪子會不會太厚 鞋子會不會不搭 還好 你們兩位很棒… 給你一個棒棒喔 沒有…還沒有完 對 憲哥其實因為你出書 我們很想知道其實裡面有很多 可能很感人的故事 可能很快樂的故事 有沒有什麼令你印象很深刻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的書它基本上會比較無厘頭 但是很實際 想問你就是剛剛有說 你到現在就是各方面都高成就 你人生還有沒有什麼樣的願望呢 我將來會把它寫下來 不要啦 不是 實在話 沒有啦 要賺錢 實在話 因為一個人的一生 你總要考慮就是你手上有什麼 你想成為什麼 你要放棄些什麼 對 千萬不要貪多腳步爛 你要這個以後那個 對不對 魚河熊掌 它本來就不可堅守 是 因為今天我們有討論到一個問題 是 對 因為木木對你的拍照很有意見 拍照 就是想問你說為什麼你拍照的角度 都會比較雙圍的有點特別 就是從下往上拍 你自己最滿意哪一張啊 這裡 我覺得我都滿滿意的 因為它是我生活寫照 對 你看 這個是在染頭髮的時候 然後順便染一下眉毛 染眉毛 是 中間都這樣 真的啊 這個… 真的染眉毛 很像太陽眼鏡有沒有看到 對 這個是在走樓梯嘛 我們從樓梯上面穿 憲哥 中間那一家真的是你嗎 這個是因為本來是有一個女生 穿著 已經過去了 頭排大 不行啦 這個是人家幫我劈圖的 我以為那是白癡公主 很漂亮 因為很像 持修 持修 對… 但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就是有藝人 藝人就提供給大家茶餘飯後嘛 想問一下憲哥 有沒有對於演藝生涯 這麼多的演出 有沒有哪一段演出 是你特別想要銷毀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應該去 女兒是我最成功的投資 我其實後來 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問題 對 什麼問題 我後來才發覺 怎麼會 對 那我真的是怎麼會 因為天秤座嘛 我太在意別人的看法 然後經過了這個 演了三 四十年以後 突然演才發覺 我應該去當一個 躲在家裡面的科學家 研究 研發 所以我覺得研發了非常多的一個產品 日後對人類有一點小小的幫助 這樣也對啦 你不是要賺錢嗎 這樣一定是對的 對啊 不是要賺錢喔 錢 人一生賺多少用多少 你掛了以後 對不對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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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送給憲哥四句話 然後也送給在場在看電視的 所有嘉賓朋友們 打拚快做全頭路 不做你就沒辦法 小孩認真打基礎 將來才有好賤賭 漂亮喔 對… 今天謝謝憲哥 精采的繞口令 感謝兩位的一個訪問 謝謝 謝謝憲哥 好壞都在你們自己決定的 就沒有辦法 好 我們現在馬上來舉牌 3 2 1 請舉牌 新主持人互相撕殺 誰才是大學生中的人氣王 第三位主持人 木木 一年比一年還要來得冷 所以怎麼樣呢 我準備的暖暖包要送給你們 怎麼這麼好 很明顯我就是在收買你們 開嗓一下好不好 直接歡迎蔡依林書長好不好 請教師 我們就是賣蔡依林 接著下來是我們林莎 我要來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請問我是誰 好 我們現在馬上來舉牌 3 2 1 請舉牌 計算一下 他已經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牌照 1 2 3 4 5 6 7加5 12分 林莎追唱來囉 謝謝 莊莊這邊只有1票 然後怡婷也只有1票 木木6票 我們兩個盡力了好不好 我們盡力了… 沒有 我要真心話一句 現在分數出來我才講 是 壯壯你們那一段的訪問 壯壯略顯經驗上面反而不足 然後怡婷犯了一個全天下最不應該犯的錯 什麼錯 舞台上剛剛曹大哥講了 你不應該去讓 前輩我不敢說我幹嘛 沒有這件事 妳再跟前輩頂嘴是在幫他 兩個要互動 待若木雞坐在那邊就沒有用 撞撞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沒有讓話出來 是 就噼裡啪啦 想說他就靠著自己撞嘛 然後人家不敢跟他撞 緊張啦 一個緊張就是會講不停 怡婷不敢跟他喊口嘛 對… 是這樣嘛 OK 要多學習 其他的…建議 那個我覺得林莎的那個口條還不錯 他有點騎 對 有點騎 還有那個木木 你看 從頭到尾 你的優勢是台語 你都畢子不表現 到最後你再冒那兩句 對不對 這個都要好好的研究學習 真的好刺激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要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